歡迎回到Youth Power Radio的科技集積網台版第16集 終於來到電換新聞的環節了 Sunny你是不是真的在樓下轉了那位仁慶一會兒 精神上讀龍鑽轉了那位仁慶一會兒 為什麼讀龍鑽轉了那位仁慶一會兒 因為見你一個星期那麼有心思寫龍鑽門周記為學幾招旁阿新 不學了這些東西 這些是壞的 那我們就先不說龍鑽門 因為龍鑽門沒有遊戲出 那我們就先說一些遊戲好不好 Sunny說龍鑽王 雖然這隻沒有 龍鑽王這次有沒有 龍鑽王沒有 龍鑽王沒有 就說第三次機嫌恆大戰2隻 食肉片 食肉片 是 你覺得食肉那些東西好像茶餐廳叫什麼 食菜斑腩飯 食肉 燒美飯 燒美飯的名字 那個很奇怪 燒肉 燒肉 食肉 烤肉 有什麼特別呢 出了10日出了 4月10日 香港偷跑了 其實偷跑應該是偷跑兩天 但第一天只有很少地方有 第二天應該全港都偷跑 全港偷跑 因為有點壯觀 其實大家都共識你 買就沒買 因為很貴 PS3版現在大概在做500元左右的水平 400多都見過 然後PS3版就上到五字頭了 因為MARCOS 有MARCOS 這個超小要財 有MARCOS就一定沒有行版 是否因為CAMMAN MARCOS當年跟香港不知道有什麼爭拗 所以現在MARCOS相關的遊戲或者動畫都沒有行貨 背景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打機這行就教了我們有MARCOS就沒有行貨 這個真的希望可以有些高人指點一下說有什麼事 我真的沒有特別調查過有什麼事 貴又貴 所以我都沒買 我想4005以後找到PS3版我應該都入手了 但最大的問題是第一次2版都沒玩 算了 聽說幾集其實關係不大 所以沒所謂 又不是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它斷著斷著地下 而且這次大家看完 大家都玩了比較初期的部分 他們說故事也有點兇 暫時網上最受歡迎的圖 應該是主角機來的 裡面有兩個駕駛員 騎著駕駛馬來駕駛 下面那個是男的 上高位是女的 絕對領域就搭在男的肩膀上 明白了 我覺得好像很high 這樣就比較好笑一點 但劣平的遊戲其實都比較 那劣平的遊戲 其實什麼事 它主要是播片的問題 因為機戰戰鬥的畫面 雖然大家都會skip 但你怎麼都會看一兩次 但它的質量做得不太好 而且它應該是在網上看回來的消息 人們的技術分析 我看不明白了 就是我這些技術分析 它應該是用PSV做底 就做個遊戲 然後upscale上去PSV 即是把手提遊戲的畫面 拉大上去電視機 但其實PSV的畫面 都令人OK都能接受到 但PSV他們就說畫面 就是強差人2 PSV反而強差人2 可能2grade也太厲害 然後PSV上面 雖然是upscale上去 但比較起原生的第二次OG 大家的感覺落差有點大 有些人說 簡直好像打PS遊戲 有朋友說 我還未覺得至於 有朋友這樣說 但明顯是沒有第二次OG做得那麼好 因為我看了這片 我覺得感覺真的挺… 即是不是GPSC 我覺得感覺PS2 那些畫面 我覺得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玩的 反而我自己比較不恥的就是 又是DLC 已經公佈了一些DLC的mission 暫時總計就2200日圓 有沒有再多就不知道 多少關到啊 2000多日圓 好似100日圓 好似啊 怎麼玩啊 真的玩機戰 玩得好像要買機入銀 真的很貴 那你之後會不會還有什麼 部件啊 有什麼機器啊 其實那些DLC的mission 都是一些sign mission 但可能影響到你 拿不拿到隱藏機 那些 遲下機戰再這樣搞去 因為DLC文化 其實是一件很不要的事 我怕機戰可能說 GGUNDAM要出爆熱神掌 就要付100日圓 出石波堅經拳 就每次付300日圓 好像要買石 買石去付 買石去付 買石去抽些機戰的機器 他就說 煞辣要啟動Double O的Double O Lyser 就每次開衣服要付100日圓 這樣就這樣 沒什麼 那上集都跟… 沒帶錢不可以開衣服 上集都跟Bandar開我的影片 是不是 開他的波 那不差再 只是吊多一鍋而已 我上集真的 加一部分時間 只是插人 那當然 你說 其實可以在Winter上 玩到機戰 也是開心的事 等了很久 那件事是 你不買DLC的話 對遊戲本身的影響 也不是很大 可以先玩 因為它暫時 叫做隱藏著那些東西 還不算是很critical的東西 即是你要用閃光高達用到尾 神高達要DLC 這樣就更糟糕了 阿歷斯巴打和尾 劉根 DLC 即是Double O要DLC 才安裝到Lyser 這樣 要保持用3-1的 你要用真3-1 要DLC 每次變身要付錢 這樣就過分了 每次變身 你猜他還不出什麼 你猜他還不出什麼 所以第三次Z就 即是我就算買了 都沒有報告給大家 我不會走在未玩第一 第二次玩第三次 然後唯有出報告給大家 不知道你了 不要緊 其實第三次機戰Z 誰敢作為機械人粉絲 相信都 雖然聽到劣評 畫面問題各方面 但作為機械人粉絲 我當然也走不掉多久 還要補充一件事 DLC上面 除了關卡之外 角色都可以 因為你買了DLC 就可以換裝 很影響你的語遙度 什麼語遙度 我想問一下 不明白 玩機戰就明白了 DLC就是買了 語遙度 什麼意思 不明白 因為這樣看戰鬥畫面 你買了你就知道 玩機戰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繼續不知道是什麼 或者這次買個DLC就知道 所以買不買DLC 或者買哪個DLC 那次就自己找找有關語遙的情報 軒正是玩機械人的 不要這樣把語遙變成重點 雖然也是 其實語遙是重點 我們不要再說這些 我們不如說下一單新聞吧 Sunny 下一單就沒得語遙了 因為這個是羅里 是 不是 羅里控就是開心 羅里控就是開心 是嗎 有什麼新鮮 主要也是 看看軒哥可以 有些羅里的消息 更新 就是這個PS3上面的大作 就是The Last of Us 公佈了會出這個PS4版的 The Last of Us 也算是去年的遊戲裡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遊戲 甚至可以說是上幾個大贏家 大贏家 200多個獎 套了 他套的獎 甚至算總數是多於GTA 贏了 贏了 即是詳情可以上去 我們的雜水board有篇文 提過一下 所以現在The Last of Us 就有PS4版了嗎 他公佈說 2014年的Summer 會出這個PS4版 其他詳細已經沒有公佈了 但他講了會包DLC 現在推出的DLC 他說是包齊的 譬如說他現在製作圖中 會再有新DLC 或者他推出之後的DLC 包不包就不知道 那DLC再推出 不是PS3應該都會有的 應該都會有的 他又 這家應該還沒搞到這樣的地步 即是不是Bandai 雖然他真的拿鐵盤 沒搞到這樣的 售價方面就是59.9美金 他現在就公佈了這麼多東西 但我想問一下 Sunny 你們見過你朋友 玩The Last of Us 如果我當你玩PS3版 有部PS4 如果畫面真的漂亮很多 那你又會不會很大興趣玩PS4版 即是會不會重買一次 我自己就未必會 但如果我很喜歡這遊戲 我買來儲存我會的 但說玩多一次就未必了 因為買來儲存 即是我有GBA的機箭 APSP的機箭 都買了 都是這樣的 雖然他多了些東西 但我喜歡這遊戲 我沒所謂 只要買的 前提是你要有PS4 對 但現在有少量的圖片公佈 就看到畫質真的有提升到 因為其實PS3那隻已經很漂亮 PS4 只能夠說它更加像真實 更漂亮 更加偏向真實 即是怎樣在完美上面 更加完美 即是當年很多科技公司 會用的一些詞語 具指 在完美上面更加完美 就是出PS4版 對 那The Last of Us 剛剛我也提過 The Last of Us 是贏了另一隻 我現在很喜歡的遊戲 就是GTA 5 但今天GTA 5 是不是又有新的情報提供 上個星期 但我不是說過不准提再是GTA 我會不會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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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什麼消息 上個星期Rawstar公佈了 接下來會有新的更新 首先會有一個 因為它在網上的模式 裡面有一些搶奪的任務 那裡它會讓你做一個創作者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搶奪任務 然後放上去給大家玩 因為它之前都給你自己設計一些賽車的任務 那現在就給你設計這個搶奪任務 那當然這個也不是重點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 它終於公佈了說 會有這個online的打劫任務 Good 等了很久 就是可以一起online吃帶茶飯 對 但是它的詳細就未公佈 因為你單機模式 其實你要準備很多前期東西 要準備車子 準備衣服 準備槍鞋 武器 而定整個走路路線 那到底online會怎樣呢 因為我們現在online玩 其實就是一群瘋子衝過去 在一個地方殺死那些人 就完結了 看到8點就殺 8點恐懼症 根本現在就是一群暴徒 你不要說你 傻了 大群暴徒 我跟你說 所以它那個打劫任務 會做成怎樣 就有待觀察 其實我有一點點心 因為它未必做得回 單機模式那樣多軟化的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如果它做到 其實裡面有八成出來 我相信玩家們都可以收貨 那你做不到裡面的那種 勢力的程度 但是你可以換來 跟一群朋友一起吃大茶飯 這種感覺是OK的 例如你做暴徒 做殺人犯 現在你成為一個真正的 多平台 多不同種類案件的罪犯 那你成為multi platform rapper multi platform criminal 其實也沒有什麼分別 現在都是殺人 在搶東西 所以他搶到哪 就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拿到很多錢 我想分開合作的要素 可能會更加多 大家可能是 有些負責開車走的 有些負責射的 可能一開始要安排了身份責任 才可以開遊戲 但是關於隊友的選擇很重要 如果你選了隊友 像我那些朋友 那樣 打劫完出來 這輛車被你炸了 你剛才太懶惰了 還有我和你的朋友打過 在目的地中點門口 就放了一個 車子開去 這些情節 然後你就會死掉 你是沒有被任何AI打死 你是被自己的朋友累死的 所以隊友是需要小心選擇 就是在起點殺剩一個 才做任務 只要看到SUNY 就想射死他 那倒是 我怕你嗎 我死掉了 當然如果你有些像我那樣 有些信不過的朋友 不要緊的 他都說會有這個 單遊戲方面的新增的內容 都是DLC的內容 是不是在正傳故事後 他說故事後期 在他們三個主角的延續 相信這個可能會是收錢的 但其實三個主角的結局 總是把他們的對手 一網打盡隊都倒閉 那是不是有新的敵人出現呢 沒有事在中後期 沒有事在中後期 做一個mission 也挺有趣的 BBQ是一個mission 他喝酒 沒什麼的 有空無事沒什麼做 就再打劫下國銀行 吃飽東西沒什麼做 就打劫下國銀行 至於很true 他入侵了FIB 那就入侵了IA 沒什麼所謂的 或者說他考警察 然後拍警訊之外的節目 然後你又從窗變成鏡頭 會不會 我也希望可以有多元化的任務 不會全部一色一樣的做 例如剛才我去無聊說 會不會真的說他做警察 然後拍警訊 如果做出這件事好玩的 警察故事 警察故事跟警訊差很遠 或者是衝過去殺了主播 可以嗎 已經殺了 殺了殺了殺了 在正傳上已經殺了一次 這遊戲已經把警察主播殺了 暗殺了他 那你想說兩位GTA的粉絲 即是經常說 奇不期待 你說得你好像沒有買 我還沒買 所以我不知道 不是我的粉絲 但是我自問自答無聊 問了兩個再說 那你兩個其實期不期待 接下來的DLC 其實老實說 我就放下了這遊戲一段時間 不過就是為了他這個更新 我就拿回這遊戲來打 那Sunny就 我都放下了這遊戲一段時間 因為他之前 他之前有手機的問題 都頗為嚴重 所以我都放下了 不是你家的寬頻問題 沒有解決的 那個是他的遊戲一個筆來的 因為你上網站 或者上網站官網 都會看到有不少人 都說出現了這個問題 其實那些外國人 是用一個 我覺得挺貼切的名字 就是名詞 就是叫做Freeze 因為它整個畫面凍結了 Freeze 你動不了 你聽… LCPD Freeze 然後整個screen就停了 因為你之前那些手機 可能是你錄不到 錄死一個錄影畫面 但是你整個畫面的音樂 你還是去到的 現在你整部機 是真的 手機 畫面停了 那個音樂 也都錄死了那個音樂 是嘟嘟 這樣 嘩這些很舊款的error 對 然後你就要… PS1一直錄了 甚至電腦舊遊戲就聽過 對 要整部機的boot 關掉它 就是拔插鬍再開 對 即是機器的一些reset功能 都是沒有反應的 對 變成所以 連PS的home也沒有反應 所以我那時候就停了 差不多一個月 沒有玩 其實這樣會擔心 對一部主機的damage screen 不說回來 所以我都停了整個月 沒有玩 接著它出了1.12個情況 也好一點 我之前安了三天 輕了一次 都有輕的 但輕了一次 接著你又可以重出江湖 做回暴徒之後 相信 我已經安了 做回暴徒了 神經病 我怕你新年那陣子說 別人在外面無龍無獅 你在家裡殺人開槍 要屠殺救了八個鬼佬 當然是這樣的 屠城 你根本就是一隻連獸 說多一點 說多一點 想他們沒有follow 說起 Wallstar公佈了這個 叫做 DLC DLC sorry sorry 那個update這樣 接著那些鬼佬 就立刻在下面做一個提議 他們真的很喜歡打喪屍 不斷衛出這個Sophie 又是Sophie 又來了 我看著不是什麼遊戲都適合打喪屍 之前是COD模 變成了喪屍 弄了一個mode出來應該很奇怪 那個mode其實是很平的 很平但其實整件小奇怪 問題是你一有喪屍的人就很平 他們不管是什麼 那些鬼佬很喜歡打喪屍 他們真的很喜歡打喪屍 我看著你們這麼喜歡打喪屍 你繼續玩Powazza 有很多喪屍遊戲給你打 不是什麼遊戲都適合做喪屍 不知道會不會是Marble兄弟 他們說想玩喪屍版 真的 跟任天堂一樣 可不可以出一隻Mario Zombie Sophie Party 即是說一隻Mario咬人 我們說到喪屍 接著說這隻遊戲 就不知道是不是喪屍 應該不算很喪屍 怪物比較多 就是一隻遊戲叫做The Evil Within 另外有一個日版的名稱就是Cycle Break 這隻就是一隻恐怖遊戲 為何今天會說呢 就是因為近日他再放了一個新的Trailer 這個Trailer 也有很多人看了 不是這隻遊戲是有很多人期待的 因為最主要這隻遊戲是由三上真屍 可以說是Biohasa之父 他再製作這隻遊戲 以及其他機構合作 變成就令到不少經歷遊戲的粉絲 就很期待這隻遊戲 那一看 那我看那個Trailer 我想說你們也看過這個Trailer 我看過了 如果各位聽眾 你想找到可以上Youtube 打The Evil Within 那不懂得喪屍 OK 你看著現在我的網 或者看著Youtube 有自己的話 我深信聽眾沒英文應該好過 我三個主持 所以我不擔心 混蛋了 我們教人專英文 所以我不擔心 其實我是 你鋪了官圖出來 以為自己打 所以我就說 我不擔心 各位聽眾沒的英文程度 一定比我好 那我可以找到 你沒有人找不到 我想問 其實幾位都看過那些Trailer 因為現在這隻遊戲 正式推出的日期 美國和歐洲版兩個時間 都是8月的時候才推出 變成時間有點長 但是日版好像沒有確實日期 不過對香港玩家來說 沒所謂 但是你兩位看過那些Trailer 有沒有感覺如何 你覺得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即是覺得很普通恐怖遊戲 正常恐怖遊戲 因為我本身自己 不太喜歡這類遊戲 所以我感覺就不太 因為我就是見很多 喜歡玩經濟遊戲的朋友 都在自己的Facebook上 我就說很開心 因為他見過《三上真獅》 這遊戲不開心 我看過這段Trailer 我覺得可能有一幕 是吸引了當年很喜歡玩 《Bao Haasar》那些人 就會很留意這遊戲 因為他就是說 主角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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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個人 就是在一個最新的Trailer 他就是步數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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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相信轉轉場是可 són恐怖的 而這個轉轉臉 和让做到 병建立那些 Xuhan 2 你遇到第一隻喪屍 那個被稱作回鉤 一笑的那個場景 是非常相似的 可能是《三上真獅》 專門 Interesting 給舊粉絲編懷一下 很多粉絲就看到這個回眸一笑 很有期待 但我看上去的恐怖感覺也是形造出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剛才會叫阿軒先說 因為你有很多話說 因為我看完通常沒什麼好話說 人的關係 你知不知道就是你平時的性格 今天下面的歌仔 你一開口就轉地 再坐轉地 你剛才還沒轉 叫王師傅過去轉 其實我本身對這隻機沒什麼興趣 大王就說開麥克風想說 我按一段trailer來看看 我看著師傅你的畫妹沒那麼伏 你真是Biohasa之父 你真是自己做Biohasa一 回到那個年代 我看著你那些這樣的貼圖 我記得有一幕 是有個人被人放在斷頭台上 最深的trailer 我看著你那個斷頭台 你真是混蛋小畫家環 有些像CS那種情景 其實我真的 我看著你是不是可以做得好一點 其實三上真思的實力 其實就去到這裡 我也有點保留 不知道會不會正式推出的時候好一點 就不清楚 但我看著已經是有些Gameplay 通常都不會 通常只會是trailer的影片漂亮 然後是Gameplay的 就是一個Trailer是神經的 那你Trailer是混蛋 而Gameplay很少聽到 所以 其實我想提一下 因為有一段trailer 就拍攝他們在門口 準備進去那間大宅 那間大宅那裡 然後有一幕就拍攝了旅景 我看到拍攝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又好像 整得不是十分精細 就像你那樣說 就像以前Powerhouse 1那種 差在未至於起國那麼嚴重 但看上去的感覺 就覺得 又不像這個世代的畫面 他的樣子就好過沙漠一點 問題是他還要是PS4的遊戲 比較令人難以接受 看上去的樣子 好像當年Powerhouse 3的沙漠 暫時是PS4 還是Expo 1 都是像世代的機 如果這個畫面放進去 不過很多經歷遊戲粉絲 可能他已經 見到回偶一笑都不太理會 再說經歷遊戲 其實玩多了 你放Vu可能會更多人接受 Vu大家預期會 Vu 不是這樣脫皮脫骨嗎 正常的Vu是差不多 又這樣說 如果你放Vu的話 就一定不會放這隻 因為Vu是玩日系遊戲 其實我剛剛想說的 其實玩得多經歷遊戲之後 其實自己也不是很喜歡美式的經歷 因為美式那隻 始終他是很宣染這個血 變了很多時候 你一定會有武器 而日系那隻很喜歡玩一種絕望感 通常你是手無寸 例如是零那隻 拿著一部相機去做 你是以走人來為主 戰鬥的手段其實是比較少的 反而比較貼近真實 你那種驚嚇感會比較得到 因為感覺上 外國那種是喜歡血淋淋 整個血 整個血 整個肉 合法地殺人 有時候入戲那些 就是喜歡營造一個氣氛 就是走過去 可能你整個程度 其實是沒有鬼怪出來的 但是就這樣 整條路黑色 你看到那個氣氛 你看到那個氣氛 其實是你已經熬了 那變了 但是見到那麼多經歷粉絲 都期待 那麼希望 就不要令那些粉絲失望 我們今天的電門新聞環節 就差不多了 不過我今天的雜碎專題 都是講電門的 而這個專題名稱也挺應景的 就是 那夜凌晨 我在機譜放下了根機的日文 待會見